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 洛杉矶的地产经理费 今天的日更Vlog 非常的重要 很有意义的一天 今天是我们家三公主降生的日子 但今天的Vlog 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 朋友们 4月7号的Vlog 我们从4月6号的晚上开始 现在是4月6号晚上 我们按照医生的嘱咐 给霍格医院打了电话 10点半的时候打电话 看有没有床位 如果有的话12点半 也就是4月7号的凌晨 可以入院催残 那我们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我们去 第二种选择是我们等宝宝自然发动 那我们觉得可能自然发动 会稍微有点危险 因为毕竟是三胎了 可能很快啊 或者是 所以我们选择就今天晚上去了 那也就意味着 Most likely我们家老三的生日 就定在2022年的4月7号了 但不要打给我 时筆 责 ener 预达 机 游 Justice 转连 陈 我上去的时候 Lukas说他要喝水 我想给拿水 然后他再上去的时候 肥腰辣椒 然后他就在那 我这次开水没有来 他现在这个枕头 看到了20块钱 然后他说我的牙呢 然后我说一明天早上再找吧 然后Lukas说是爸爸拿走了 凌晨一点钟 已经来到了4月7号 我们登记完毕后 被安排到这边的等候时 静待他的床位 床位出来之后就进去了 不知道流程是什么 但是我们期待在几小时之内吧 最好 苏栅苏绝 见到我们家老三 这里就是 很可能是我们宝宝即将出生的地方 如果是盛产就在这里 对不对 我不是知道吗 应该是的 我记得 顺产就是在这个房间里 抛妇产的话会推着这个病床 直接到手术室 生完了之后放在这边 上面可以加温 老婆就洗手延换衣服了 这边是我这两天睡觉的地方 小的餐桌 这个餐桌可以架到床上 小桌子 然后这个医院有一些房间可以看到海景 but 现在外面大雾 I don't know which direction let me see 可能不是对在海那边 不过这个真的没关系 doesn't matter 上面这些 随时可以生下来变成就是那种无影灯 就可以在这里做手术了 不过一般性如果托腐产 我会把这个这个车子驾走 这是病房里的尸首间 带一个淋雨 医院的或者是其实标准的都应该带这种 扶手 当然这个座椅挺特别的 OK 我老婆好好衣服了 绿色的病护服 他这一次真的真的肿的厉害 他的他的腿从来没这么出过 他的脚也是 这是胖的 脚是肿的腿应该是胖 你这都是肿的 你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这样过 没事 很瘦的 很瘦的对 马上就要变回去了 激动吗 妈就要解放了 妈呀我扎针了 他们都扎不准的 就会讲你的血管太细了 然后给你扎个十四八次的 看到标题的朋友们 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会很好奇 就不卖关子了 跟大家讲一下 真的是晕倒在医院里了 晕倒在这个残房里 就像很多人晕血一样 我会对某种特定的现象就很晕 想要吐 昨天老婆到了医院里 就是手臂上买一根管子嘛 然后用输液 我就看到那个输液管里面有气泡 大概几个气泡 咕噜噜噜噜进到血管里了 就这个现象触发了我的那个晕血的那个点 我就一下觉得哇很不舒服 我就从看着它的那个角度 退到了这个沙发上 坐在沙发上我去消化这个现象 我看我能不能克服这个现象 就不要吐了不要晕了 大概挣扎了几分钟吧 我觉得不行 我还是会吐 然后我就想不能在这里吐吧 好难看 我就想从这个沙发上站起来 走到那边的洗手间 在洗手间里关上门自己慢慢吐嘛 结果我刚站起来走了最多两步吧 就是沙发 我就在这个位置 不是在那 不是在那 在那 当事人第三则旁观在 当时我们都没有看到你 因为那个护士还在这里 给我弄血管 他在clean up 因为好多血 然后就听见蹦一声 然后我就以为你是撞到 踢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回头看 你已经躺在地上了 然后那个护士就赶紧过去 就开始不停地喊你 就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猜想啊 就是完全就是休克了嘛 没有知觉了 就大概从沙发到洗手间的中间 这片地板上 然后我现在摸我的头 我应该是就是晕过去的时候 这样往后 头着地的 头的后 右后脑勺部分 我现在好痛 然后这一次我摔的比较比较重 我在地上约了几分钟 好久 好久是几分钟 就是 他 当时有人过来的时候 问你 应过去多久 那个人说12分钟 就是你 你 你 当你 就是喊你的时候 你就会 就没有反应 但是我喊老公 老公 老公 然后你就会 这样一下 然后呢 就不能说话的那种感觉 你的呼唤有加持的能力 对 他们一直喊你都没有反应 然后我就喊老公 老公 然后你就 就好 睁了眼 但是你还是没有 就是 感觉你好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对 应该是的 你可能脑子里听到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就是摔晕过去了 一开始是休克 是恶心的这种想要晕 但是摔倒之后 就是脑部受重创 就像打拳击被 knock out一样 然后就直接 我躺在地上 我都不知道 我断片了多久 我只知道 我醒来的时候 我身边全是护士 还有医生 对不对 对 两个医生 然后你醒了之后 他们就在问你问题 问你知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你叫废 然后后来就问你 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你说你在医院 然后他就问你 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医院吗 然后你就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医院 然后他问你是不是要 你老婆要生孩子 然后你就回头看我 就是很很陌生的那种 就是那种眼神 然后他问你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吗 你说2022年 然后几月份 然后你也不知道 想想看 以后老年迟带来会不会就这样 对 然后还问了你一些什么问题 有大部分问题你都知道 但是你好不知道几月份 然后你也不知道是哪天 然后还问了什么 他就一直打电话叫人过来 开你去Emergency 我这个现象在我的生命中发生过两次 我自己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是我的好朋友 这么说吧 我经历过三次 我自己身上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是我很年轻的时候 大概才十几岁的时候 我跟我的小伙伴刘欣蕾 还有李仁峰 还有另外一个李匪 我之前在视频中提到我的 跟我名字一模一样了 我们在我们老家 復养师班学院打球 打球那就是一个动作 一个篮下的动作 我是进攻的人 我把其中一个人 好像是李仁峰吧 晃起来 他想盖我盖我帽 然后他落下来的时候 他的下巴重重的砸在我的头上 哪个地方我不记得 但是现在还有缝的线 一下就把我的头皮给砸开了 就像锤子砸上去一样 一下就鲜血之流 脸上全是血 然后尤星蕾跟李匪他们 就陪我去学校的那个诊所 去治疗 治疗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医生说你这肯定得缝针 你这不缝针的话 治血止不住 缝针的时候 我那个好兄弟李匪里站到后面 扶着我的肩膀 医生说你扶着他 然后我那个麻药 可能打得不够多吧 我都能够清晰的感觉到 那个针 知道吗 穿过我的头皮 然后线从头皮里面 过去的那个声音 我都听得到 但因为我看不到 然后因为也有麻药 所以没那么疼 当然也痛 然后我就听见 医生说 我回头去看那个流行 也就晕倒了 休克了 就倒在旁边一个沙发上 整个脸很苍白的 然后出好多好多 很大火的呼吸 这样 那我说你弄半天你晕血 但其实这个不是晕血 我现在明白了 这是对特定的 就是身体这种组织发生的这种现象 有这种晕的行为 我就是这样 我晕什么呢 比如说 这种针管次入的时候 这种其实是很难受的 然后讲到我自己的话 我发生的第一次是 我已经上班了 工作了在单位加班 应该是个礼拜六礼拜天 加班嘛 没事情 就是手电话干嘛的 我们就上网看NBA总决赛 应该是哪一年我记不得了 但是那个凯尔特任队 跟热火队大比赛 韦德 韦德使了个小动作 把龙多的胳膊 右手臂吧 好像给 不说折断嘛 就是关节的那个地方 反向的那个运动 手臂就是你知道吗 折了一下 哇 那个动作 一下就触发了我的那个点 我后来晕倒在了 我们值班的那个办公室的地板上 晕了多久我不知道 我起来之后可能比赛都快晚了 也是整个衣服全汗头 就很无力的这种 那是我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 第二次是我视频中 开头intro那个开着敞篷车的 他叫小刘 小刘的太太在生产的时候 就在这里 霍哥 也是一个那个打那个脊椎背上的那个麻醉 买管子的时候 我看到了那个画面 我一下就就就也不行了 那次没有很严重 我又可能退到沙发上 就是想要吐没吐出来那种 但也休克了 然后就是第三次 第三次这一次是最重的 这次可能 就是因为摔的 就是我摔倒的时候 我的头从我的高度 我因为七级 摔到地板上 砸到后脑梢了 然后砸得有点失意 医生把我叫醒之后 我自己知道的 就大概几分钟时间 我都 我断片了 就是记忆有一些是存在的 有一些是模糊的 慢慢的慢慢的 我可以想起来了 今天是四月份 我们家生孩子 我很喜欢四和七 这两个数字 我希望我伯伯在四月七号出生 慢慢的慢慢想起来了 后来医生把我带到楼下 这里是五层生孩子的地方 把我带到楼下 那个急诊室 要给我拍片子 但后来三母号他们决定 测完我的血压 还有各种指标之后 就说先不拍了 可能CT干嘛又放射了 说再观察一下 如果我自己感觉不舒服 再跟他们联系 听我老婆说 从凌晨两点的 我被推下去到 可能快到六点钟 我才回来 我身上也被埋了各种监测的仪器 很奇怪 我本来是在赔产的 结果我自己变成病人了 还给我登记了病人的号码 登记了保险等等 但我现在已经觉得没有问题了 就是头有点痛 摔了有点痛 这就是昨天晚上到今天 我们孩子出生之前 发生了离奇的事情 我们家三公主出来 我想有机会也要跟他讲一下这个故事 你出生的时候 我爸居然晕倒在你的厂房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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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还说 不要害怕 你头的身体就抓着我 根本就不靠谱 现在医生给我 护士给我打针都说 你先让你老公坐下 我才能给你打 你老公不坐下 我们能给你打 但我一开始真的是给你抓着的 对 然后就 你看就是这个管子 你买管子你很痛 我就让你抓我 你就插我 你就好一些 但是后来 伤毛他就有一些气泡就这样 就进去了 然后我就那一瞬间 我觉得我心好像被惦记到了 我老婆 其实你也没有帮上了什么忙 我还为了 我还因为你耽误了四个小子 要躺着等 然后他说 我可以跟你一起下去 但是我要把这个管子拔掉 重新再打 然后我说 我能带着管子下去 我老婆说 他很悲观的想 如果我真的是 很严重 摔伤 比如说 就真的功能性的障碍 家里也有了三宝 因为你的症状 就让人觉得你是 一直都是 失忆了 是吧 对 短暂性失忆 就是你不知道 你一件事情说了 五六遍 然后你每次说 都感觉你是第一次说 我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是不知道 对 就是这个头脑遭受重击之后 这种短暂的记忆功能可能受损了 就我说过的话 但是我 我不知道我说过了 我老婆说我一直在重复 我说的那句话 所以我看到了气泡 我就晕了 然后我之前打了一拳 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说了五六遍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你看那些打拳击的人 被什么重拳击到的人 可能就是这样 真的是会打到最后 会发生很严重的损伤 什么脑干损伤 连foodball也是这样的 这是为什么我老婆不喜欢 如果开始参加foodball的原因 对啊 都是这种撞击 一摔 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然后早上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 早上睡了个懒觉 在医院里面 错过了吃早餐的时间 对啊 我打脊椎麻醉之前 我还要担心他要不要去点个早餐 还要提醒他 你起来赶紧点早餐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我变成脱后水了 本来就是好吗 这里 就是我们老三 出生之后要待的地方 一个加热加暖的 这里会量他的身高体重啦 会把它洗洗干净 穿上医院的这些小衣服 小尿布石 你看到小尿布石多小 比我手才大一点点 就比我手大一点点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医院里 再待两天 今天如果生的话 明天后天出院 希望这种情况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我要去归纳和总结一下 我对哪些情况会产生这种 晕的反应 以后我就自觉的回避一下 不然的话 生孩子还分一半 护士和医生走 是的 主要是占用的时间 本来我已经生了 是不是 你不能吃 那我就点午餐了 这个是你菜的 我都在那边 对 我想吃潘大 我老婆还不允许我吃 就不要出医院 万一立即生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our-five-five-five-six-seven-eight-nine-ten 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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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你做得好嗎? 哇,她是完美! 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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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得好,很棒! 她是完美! 我們家三公主降臨了! 非常順利!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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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讓人講你呢! 非常順利,只Push了三下,就出來了! 然後,很健康! 生活中都很好,我很開心! 老婆很偉大! 她還沒有體檢案怎麼知道都很健康! 你肯定的! 必須的! 名字已經起好了,叫Heidi! 哦,我昨天摔完這次頭上之後,我耳朵裡面有點難受! 你是不是要去檢查一下? 她說你有任何的,不是我都要去檢查,因為你還做了CT 沒關係,你先不講那件事,那個 我老婆說某種意義上,我孩子出生的時間是我決定的,不是她決定的 因為昨天晚上入院,如果沒有我暈倒這件事情的話 她可能很早就打上麻醉和催傘 孩子可能早晨就出來了 但因為我的事情耽誤了幾個小時 爸爸是中午過後才出來了 所以三公主不要怪我啊 爸爸,不爭氣的暈倒了 很調皮一出來就 就叫了媽媽一聲 嘿寶貝,爸爸還不能碰你的身上啊 先摸摸你頭 好愛好愛你啊 從此以後我們家的Vlog生活又多了一個新面孔 嗨的小寶寶 生完之後三個小時我們換到了樓上稍微小一點的房間 這個房間就沒有那種很大的空間 可以站很多人和醫生、護士進來幫忙的 就是產後媽媽休息的房間 但也蠻溫馨的 最主要是這個醫院的醫生、護士還真的都蠻好的 現在我們就開始餵寶寶了 把前兩個孩子帶過的從第一天的經驗翻出來 再重新走一遍 想想看 這個老三 路克斯跟肥安來學過的所有東西都要全部走一遍 就不講遠的什麼滑雪啊彈琴這種 從 教走路 教吃飯 教刷牙 一步步 再來一趟 好 慶功晚宴 醫院給安排的 霍格醫院的餐還可以的 三文魚 那個什麼也是三文魚 這是雞肉 這是雞肉 那個三文魚 巧克力蛋糕 這是什麼 這看起來不錯 這是我點的什麼 我也不記得了 小點心 吃完晚飯我回去看看孩子們 把視頻上傳出來 把這個喜悅分享給大家 然後 待會吃完飯我要把片子先給老婆審一下 有一些老婆說可能太隱私了 不雅觀 咔咔咔咔 蓋蓋蓋 緊緊緊 辛苦了 母親最偉大 是的 聽說的非常對 早日 撞完月子華麗轉身啊 回复青春美少女 美少女 我們沒有公布喜訊的時候 網友對你的冤枉 我都替你忍著了 網友說你減下的肥都到你老婆身上去了 我都沒告訴他們你是懷孕了 到時候秀一個樣子給你們看看 那我回去了 差不多10點11點回來 你要我把它包給你嗎還是放在這裡 放在那吧還要一會呢 我回憶我可能8點我再餵她 還要20分鐘 嗯 進去 待會兒見 你好 你好 媽媽 媽媽在醫院啊 我可以幹嘛 想爸爸沒有 爸爸 我吃過了 爸爸我想給你看 嗯 你給你給你給我看 哇 牙籤子給你的 嗯 牙齒呢 拿走了嗎 嗯 我看牙齒 嗯 想爸爸了嗎 好 好 我看你 好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